在縣府建設處支持之下 光復鄉家里棟部落頭目老宅 完成活化空間再利用 成為部落文化社福等各個活動的主要使用場所 部落發展協會也舉行成果站 並邀請遊客民眾進行地染DIY 體驗部落傳統染布公益文化 有人說我只要袖子行不行 當然也可以 運用字廟存乎一新 就是看你自己怎麼變化 在專業染布講師的示範指導下 遊客民眾部落頭目以及長者 手拿沾上顏料的牙刷 開始進行地染創作 每個人的作品風格獨具 我們很開心 高級難 這個衣服做好了要送給誰 我 我不知道 自己穿要不要 可以啊 會不會很難 不會哦 不會哦 講很難也有 講不會可以 可以的 地染其實就是現在很 就是在地的染財 那鼠狼這個東西其實 以前常常就是採集這個鼠狼 然後去賣錢 那以前會用到的話就是魚線 就是魚網啦 或者是我們的麻繩的染 不論是部落長者還是由客民眾相當享受地染創作過程 也深刻體驗家里棟部落推動家里棟依舊閃亮計劃努力的成果 餘惠村長代表以及部落頭目高度肯定也寄予厚望 協會最接今年舉辦的然後營造這個美好的一個環境啊 讓部落族人喔通通可以過來這邊學習很多 像藍藍啊竹編啊之類的一些活動 還有我們綠色照顧的一些活動都照顧到我們部落自己族人 然後也可以我們對外開放 光復鄉家里棟部落爭取獲得 縣城谷建設出計畫支持 配合輔導團隊重新將部落頭目廢棄的老宅建築空間 重新活化再利用 不論是部落事務的討論 活動聚會或者社區林業推動 乃至於綠色招呼站等服務 也充分利用了部落頭目老宅空間環境 也有不錯的成績 因為學會剛成立起來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一個聚會的場域 那時候我們就先暫時在這邊 然後之後有這個計畫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這個場域把它整理起來 然後讓這個場域變成部落 比較適合做人才賠率的一個環境 因為現在活動中心都是文件站在使用 對所以有時候開一些課程啊什麼的 其實就沒有其他產物可以運用 所以就很感謝縣政府建設處 給這個機會讓我們把這個場域建置起來 加里棟依舊閃亮計畫今年邁入第二年 加里棟農業觀光人文交流協會 今天上午就藉著成果發表會 不僅交出漂亮成績單 也透過地染DIY農特產品展示展售 以及共餐與大眾分享這份成果 總幹事李玉蘭表示 將以現有的成果基礎 在未來兩三年內逐步優化 部落老災環境空間服務品項 讓193縣道上的亮點 家里棟依舊閃亮 記者是玉蘭光復採訪報道